可惜應該要把他換掉 應該要把他換掉啦 這應該是一張好的抗快牌啦 可是可能比末日預言者還好的抗快牌 OK 兩張圓魚勇姿 我看錯了 愛光榮犧牲 像他有可能是魚人秘密聖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到第六輪可能要注意 蠻有可能是魚人秘密聖之類的東西 這樣子只差一個任務就要結完 那其實只差一個任務就要結完 原有是OP啊 所以這是一個 4費的4、2聖盾 應該是轉吧,應該是轉 我在想我這樣 等一下,我們看起來是要到第六輪才有可能會出加瓦東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留一個buff給加瓦東 喔喔喔,沒有play 剛剛真的沒有play 嚇死我,我還以為是茉莉原者 Oh my god 喔,沒有 秘密憨兒 手上還扣一張秘密 用量解 OK OK 我們可以下輪再加瓦東 下輪再加瓦東是一件好事嗎 我蠻想用這一輪加瓦東的啊,不管 呃 OK OK,我們先來看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救贖 喔 沒有 如果是神聖失戀的話 我會很難過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喔 喔 好 喔 哈哈哈哈 讚啊 讚啊 這騎手機還不錯 刀葉花就是一面牆而已 為什麼會有玩魚人啊 我在想要演化這個護盾小機器人如果他活下來的話 嗯 難決定 他死了 如果他死了的話我應該是壓英雄能力 因為目前還不會要出任何演化動作 應該吧 應該就先用這兩張刀葉花好好的防守一下 為什麼要玩魚人獵啊 無法理解 Fuck 這張是有變好啊 因為 所以 因為 這一費4-3衝鋒嘲諷還蠻猛的 然後 這個遊戲如果你玩獵人的話通常不會玩到太空裡面 呵呵 OK 嗯 我知道你想要過來 先把刀葉花先出出來 下輪我們還可以再用藍油之軟再打一輪醬油 這刀葉花感覺可能比藍油之軟還好 還3Face的48嘲諷盛 欸 我 我也代表我讓他 選擇要怎麼樣處理這幾隻手下 啊啊啊啊啊 少打3D 呵呵 太棒了 他應該有放狗啦 不然應該不會把他塞 塞成這樣 其實我們搞不好應該帶 煙火 我覺得 3小 那我們就過了嗎 那我們就過了嗎 呵呵呵 狼人表示 我這有人吸卡貝是不是喔 卡貝有點苦炫 哇哦哇 尊敬 呵呵 當真 他只有3啊 還是要硬接 因為他怕我那隻拿更多價值吧 感覺他就會慢慢被我打爆 怎麼感覺可以做狼人OTK啦 沒有派遲 我其實不知道有沒有斬殺 看起來是有 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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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掉喔 欸應該錢幣兩費啊 這還是一個很好給我交換 這還是一個很好給我交換 老闆 哼哼我是控制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喔天啊 真假的 蠻奇怪的說實在 恩 來寶龍 到底要手牌長什麼樣才會 三費出正分針 他只有這張可以出嗎 那他四費帶來什麼牌 伐木雞 我在想我是不是應該出肉身然後抽牌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等一下 這幾個全部放在他身上比較好一點 獅爾衝鋒抽牌 可是我現在沒有辦法把 我可能應該先把他這個武器給騙掉 雖然我不知道怎麼騙 有奉獻之類的嗎 所以還是有騙掉 其實這樣對於鴻魚勇士的保護也沒有很夠 我在想 可是如果鴻魚直接智慧祝福的話其實又不夠力 還是他需要他變成一個施工手下會比較好的 OK OK 等一下 好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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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問題 所以我們要再抽一個手下 才比較好用這些東西 點化 他21會禁臉 毒 5是禁臉 近先 甚至遠 好 Much 禁臉 你 點vi如果說自己的魔物 你怎麼 en hope 他又回來 S ждり 說在隻火堡 然後 我的這個力量的祝福可以留給別人 哇 他要抽兩張牌 問題是他到底有沒有帶 他也可能會帶那個 原始飛龍 如果有原始飛龍的話 就有點糟糕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OTK他 9 Oh shit 前來爆到 搞不好應該出加瓦洞了 說實在 好 滿血 啊 不公平啊 等一下 這張是死意喔 喔 喔 他沒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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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討厭 呵呵 喂 不要這樣啊 呵呵呵 是可以給他Buff啦 不過 為什麼有那種幾幾可危的感覺 風怒 他沒有死意 很確定 因為他館長沒有抽到龍 他只有擺魚跟野獸而已 他還有擺溫和大恐龍啦 所以我怕他神抽溫和大恐龍 神抽保安關的話也是非常糟糕 呵呵呵 搞不好應該要留啊 我知道 波雷斯 現在手下都有衝衝效果 所以想留 哇噢當真 截掉囉 前來報道 前來報道 為了注意 我還有幾張BUFF 1 2 3 4 5 6 6張BUFF 然後 11張牌然後還有2張狼人也都會很好 OK OK 讚 架子超大 好免得我們神抽最後一張真銀 先把這張真銀弄掉 OK OK 這樣不會輸吧 1G啊 大家好我是收看這今天的亂鬥模式的聖騎套牌 那這一副很明顯就是要解這個終極水晶龍的任務 然後 拿到加瓦東之後 用加瓦東打出一波OTK 不過其實加瓦東造成OTK的狀況 呃 需要一定的運氣成分在 所以其實還蠻不容易的 不過至少 可以玩玩加瓦東 而且加瓦東 可以看到加瓦東如果有衝鋒的話 其實他會是一張好牌啊 呵呵呵 如果他有衝鋒的話 對 然後這邊很明顯就是帶了一堆 呃很好的價值牌啊 通常都是一些體質很OP的手下 比如說 肉身殭屍跟護盾小機器人 然後甚至巨大的刀夜花也是 這個狀況 因為 都會有 呃衝鋒跟嘲諷 所以 這裡我們主要是利用 呃 刀夜花是利用嘲諷很明顯 因為 3費48嘲諷其實 可以擋下大部分的快攻 然後 這裡 護盾小機器人 肉身殭屍主要都是利用他們的衝鋒 然後 還有優異的體質 所以 在做一些交換上面 其實這兩張都會 非常吃香啊 主要是前期啊 不過其實大分 這個 大分鬥大分都是打前期 所以應該還好 然後 這邊我合了兩張 援雨勇士出來 因為 援雨勇士跟這個任務應該有 呃非常致密的關係 呵呵 有時候援雨勇士多給你 一兩張這個 法術你任務就 然後 馬上就快要解完 所以 援雨勇士算是蠻核心的存在 恩 最好不要換成其他牌 然後這裡 狼人 就是 因為 他會重鋒嘛 所以你 大分 呃 假設是快攻的話 其實很多都會帶一些 兩攻的手下 所以 狼人重鋒之後 基本上都可以做 兩次輸出 所以他 應該會比一張寒冰劍還強 他有點像是一個 分開可以指定你的寒冰劍 跟寒冰劍法上加一那種感覺 所以 這應該是一張好牌 假設你是打控制牌組的話 而且他 本身其實 你配上一些後期buff 比如說 王者祝福 其實 有時候可以做一些獸頭效果 所以其實這張也算是一張強牌 然後援雷斯也是 因為會讓這個buff效果double 所以也是一張 基本上是在水晶龍牌組裡面 一定會出現牌 然後這邊帶一張狀人手靈 就是為了抽牌 然後 這邊 其實智慧祝福 因為我們手下都會衝衝 其實這個抽牌效果也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 那就大概是這樣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副牌組 我其實 其實有 就這大人都還可以玩一些其他演化類型的牌組 都還不錯 其實演化類的牌組都還不錯 然後其實演化也主要是想要拿到蜂怒跟毒之類 所以 我狼人這邊內建蜂怒應該會 更穩一點 好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之後再見囉 掰掰